第一次来到小谢的家 这个很可怕 我来看一下 这个瓷砖天哪 这一次我们改的就是一个客厅 看看 他们刚刚搬进来一个月 对于收纳安排和新出租屋的状况 有点手足无措 房东声明墙面不能刷 不能贴墙纸 全屋不能打钉 但是屋子的情况明明很糟糕 例如墙面各种脱皮积灰 整面整面如同卫生间墙面一样的瓷砖 客厅和阳台整个空间就一个老灯管 空间和采光都严重不足 他们当时购买的沙发实在是太大太厚了 占据了客厅差不多一半的位置 这也是大家常踩的坑 在布置之前没有统一座规划 所有东西都是看到一件买一件 导致家具大小和风格都不搭 杂七杂八的收纳用品越多 空间利用率越低 现在功能分区和动线非常混乱 冰箱放在屋子门口 书架平放在地上 餐具放在客厅中间的架子最下格 临时没有集中储藏的地方 锅具放在动线过道的关键位置 然后阳台难得的一点阳光 也被挂满了的衣服都挡住了 牧主希望家里有温馨舒适的氛围 想要将收纳搞好 但是东西以后搬家都可以带走 想要两个人一起工作用电脑的空间 也想要用餐的地方 但是这个狭小的客厅实现实在是太难了 我一个集颜值与美貌于一生的美女子 决定用一个 将这里打造成为一个集工作用餐 收纳于一生的多功能区 我们将房子设计成北欧简洁的风格 还根据屋主的喜好 加了一点活泼色彩作为点缀 这样子屋主每天回家的心情都会特别好 如果根据房东的限制条件 那改造后的房间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小谢决定鼓起勇气 跟房东沟通 了解到我们的设计方案以后 房东很爽快地答应了 还给阳台加了个灯 原沙发对于这个空间 实在是太大太占地方了 二手卖掉了 客厅而卧室的区域 如果有瓷砖墙 真的是很头痛的事情 总觉得每天都睡在厕所里面 这个改造呢 我建议用这种立体的泡沫墙添 它除了有立体的效果以外呢 还不会被原来的瓷砖缝隙影响到效果 泡沫的质感虽然很轻 看起来没有那么有质感 但是柔软的质感 比冰冷的瓷砖看起来温暖很多 而且可以令颜色统一 不那么烦躁 另外画重点 它很便宜 多孔的泡沫也可以逼走一部分的噪音 城中村一般都很吵 可以挂好的房屋也可以选择加厚的泡沫墙添 这款还没有什么意味 我们第一化的配音源出租改造也用到了这种泡沫墙添 但是它有个很大的bug 泡沫胶的残留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贴了不撕还好 想撕除的时候你可能会想死 经过我多翻测试分享一个好办法给大家 这个神器就是透明家具保护膜 它是丝除无痕的 贴了保护膜以后再在上面贴泡沫墙 用了它 强贴就可以完美移除了 请给爱心觉罗爱因斯玛爱玛三连 加一个诺贝尔奖 谢谢了您 我感觉家具翻新贴纸和毛毡门贴也适用 想看的话弹幕告诉我 下次我给大家测试一下 如果家里不能打钉 又想要加挂钩就可以使用无痕钉 无痕螺丝这些 大家要记得在贴墙贴之前 先穿好否则会要 我们这一次地板翻新用到的是PVC地板贴 今天用到的是这一款非常的好看 昨天我有一个同事突然找到我 他说他找到了世界上最便宜的PVC地板贴 我一看 我觉得还是一分钱一分货的 所以决定今天做一个测试 看看是不是这样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手感 摸上去的话 这一个A款它的纹路是比较深的 然后这边的纹路它会浅一点 看上去它的木纹也是不一样 我就来测试一下它的防污力 防瓜力还有味道 一 防污力测试 酱油 圆珠笔 圆珠笔 二 防瓜测试 笔头测试 传说中的最巧药食测试 三 味道体验 第一块 第二块 第三块 怎么样 第一跟第三块味道特别大 这边是有一股油漆 那个素质的味道 第二块 第二块的话就比较自然一点 第二块没什么味道 一分钱一分货 为了省几十块钱 在健康和耐用问题上迫鞋 不值得 这个金属门实在是太冷冰冰了 让人感觉住在仓库 之前我们在第16话推荐的毛毡门贴 刚好可以拍上用场啦 毛砖门贴自带被浇 撕开贴纸 贴在门上以后 用美工刀裁剪边角就行了 这款毛砖质量很好 非常的厚实 用刀在表面切是切不烂的 修剪边缘的话 需要从边缘开始搁起才可以 这种有厚度的毛砖门贴 可以遮掉门上浅浅的纹路 破木门和红木门都可以遮遮遮 先来安装一个纱帘 给丑丑的铁蓝加个滤镜 用到的是静音纳米轨道 安装简单又顺滑 刚好可以利用上带磁砖面的横梁 再上一天上无痕螺丝就可以了 不需要打孔哦 为了利用上阳台的空间 还有营造多功能区 这个板子就是精髓 建议大家选择防水耐磨的板材 例如重品的包边颗粒板 或者石木板材 厚度最好不要低于两厘米 这样没那么容易变形 因为木板在阳台上 建议刷两层防水防腐清漆 让它更耐用 房子太小 没办法再增加独立的餐厅 这边兼顾用餐是最佳的选择哦 平日没用餐的时候 这个床桌是两人的工作区 可以在这里用电脑喝咖啡 大家还记得吗 因为厨房实在是太小太小了 厨房家电锅具根本放不下 屋主之前就是将它们放在了过道地上 所以我们设计的这个多功能区 还兼顾了收纳的功能 冰箱放在这里离厨房非常的近 做菜的时候动线就会很方便 收纳架的顶部 放上屋主上一年双十一层的货 冰箱旁边安排了两个零食收纳箱 这个收纳箱非常的赞 箱子上面的门是可以斜上上的 特别适合吃货 碗碟放在冰箱的上一层 这样就可以在屋主的视线烧下方 既安全取用又方便 家电过去就放在底层 因为旁边经常要办公 太多的杂物会影响心情 所以我们加了这一个布帘 看上去更整洁 也不会挡住冰箱的使用 临时箱的上方特意留出一个空间 可以放一些常用的电器 空余的位置 平常从冰箱拿东西出来 可以临时搁一搁 晾晒衣服有点乱挂 遮挡了大部分的光线 其实两个人平常洗的衣服 并不需要很大的晾晒空间的 我在阳台这个位置预留了一个晾晒区 在这里放了一个小标示 提醒屋主将自己的衣服都晾在这个区域内 这样就可以享受更多的阳光了 因为多功能区 平常要看书用电脑 希望能有一个单独的空间 所以我们在柱子这里加了一个隔断 另外因为屋主的储物空间不够 所以这个隔断还需要有储物的功能 这时候我用上了这个 好看又多变的折叠收纳箱 8个叠在一起 组成了水发柜子 高度刚刚好 加一罐木板 这里就可以放热水壶和煮咖啡了 用来收纳杂物的时候 可以盖上盖子 用来展示每每日用品的时候 可以打开侧盖 上面是带网格的万能组合柜架 可以收纳又不挡光 网格上可以挂生活小物 既能收纳又可以展示 这个收纳箱的侧面可以放倒 因为隔断两边的功能区 都需要收纳 所以两边都有侧开口 好看又实用 依稀隆重推出新产品 一个收纳箱可以放40本书 或者300张面膜 这个收纳箱真的很赞 第一可以叠加 组合非常灵活 第二可以折叠 不需要用的时候 折叠起来独占地方 搬家的时候可以装着东西 直接搬运 或者折叠起来运输 如果出租小还没有预算 它也能派上用场哦 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 例如沙发底座 其实是由6个收纳箱组成的哦 然后在上面增加了几个软件 就变成一个双人沙发啦 沙发下面放不常用的杂物和书籍 茶几就是由2个收纳箱组成 再也不怕大建家具 搬家带不走啦 玄关增加空间的私密性 避免客人一进门 就对整个室内一览无遗 下方是鞋柜 存放鞋子 因为不能打钉 所以用万能组合柜架 在上方增加了一个 可以挂衣物包包的空间 玄关的鞋柜 用回屋主原来的鞋盒 雷起来的高度差不多到一米 刚好这个顶部就可以营造出来 一个玄关的小桌面 用来放平常钥匙 还有平常出门的小物件 选三过两万 搭出下一条改造 B站近百万大奥的家 母猜是谁 玩具 我还有大招 还没亮出来呢 副主还有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逢年过节的时候 朋友能来家里聚餐 还有爸爸也会偶尔来住哦 准备 变身 变身五人餐桌 还可以变身单人床 强不强大 Ready 2 1 Go I got no money Like it or not I'm funny Still in searching Of my destination I like to party Living my way is arty All I offer Is my reputation Hey Let's walk this way This party We rock every minute stolen If you wanna be my midnight mover You blow my mind And it would be kind of a groovy story If you wanna be my midnight mover I know you're busy Planning your hugs and kisses Make it sketches The future illusion I know you're busy